各位网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太高兴了 我们请到了一位蔡尔平蔡大师 来给各位见面 我们这个唱谈艺术这个节目 实在是很丰富 我们可以唱谈艺术 真的是我们没有一个界限 没有某一样说是固定的 什么样的艺术 但是我们的 今天是我访问非常 我觉得我请到您是非常光荣 非常开心 怎么呢 因为您太丰富了 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我们蔡大师是蔡尔平蔡大师 那我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土的人 他套一句台语 头头头 非常土 我们有一首歌 叫做抓起一把泥土 就是我们就是到异乡去 带一把泥土 抓一把泥土 带到异乡去 这个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带一把泥土 表示我对故乡 他还是怀念 但是我觉得蔡老师把这把泥土 带到异乡去 他不是只有一把泥土 他这把泥土带到异乡去 把它发扬光大 把它拨到 散播到 美国了 纽约 长岛 而且我们等一下 我们会拨蔡老师 在美国 把这把泥土 散播到美国的国土上 是如何在里面建立了另外一个小王国 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讲泥土这种东西 它代表着你对家乡的怀念 而且我们蔡老师把泥土散播到国外去 不但散播到国外去 而且他把它变成这么多漂亮的艺术品 这么多漂亮的艺术品 装饰品 他可以说是装饰 所以说您把这个泥土 发挥到淋漓尽致 像我们桌上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饰品 是我们蔡老师用这个陶土 陶土把它设计出来的 这我不晓 我在访问这么多的艺术家 我觉得蔡老师是我最难访问的一位 但是他又是最敬业 最平实 最有内涵的一位 我就不晓得该怎么介绍 我们把您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泥土 陶土 还有您的原土 原意 远您的家 我们一点从小一点点 我们今天摆这么多漂亮的视频 而且我今天带了这么 你看我这边带的是一个蜥蜴 手上也有蜥蜴 蔡老师身上有蜥蜴 蜥蜴蜴 蜥蜴其实讲真的 都是我最怕的东西 可是现在看着超可爱的 多漂亮 我当时要访问您的时候 我只知道您是在做视频 但是我不晓得您的视频 做得这么样子的 有内涵这么丰富 它不是说只有装饰而已 它还是有 里面有很多您心里的 对这个 大地的关怀之爱 还有蔡大师对家乡这种怀念 而且把中国人的这种艺术 能够发扬到世界各地 真的是 我觉得您真的是 让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太佩服了 那我们先讲了 您的视频好了 让您多说一说 因为我对您 我没有办法把您的 理念说得那么清楚 所以我想请蔡老师 您自己跟我们讲一下 像您这么多的这个视频 像这个 您当时为什么会 第一个 您为什么会把陶瓷用在这个视频上 第二个 您的视频的这个设计方向 它不是一个装饰品而已 它在这个 我们装饰之余 它还有另外一个 很深的一个意义在 一个里面心里 对大地之爱的一个理念在 那我们现在知道 蔡老师在 在纽约嘛 对 那美国有很多很多的大明星啊 他们都是用您的这个视频 因为你看 带一个蔡老师视频 那整个焦点 就在您的身上 像这只 这只蜥蜴啊 那我们如果说穿一件 很单调的颜色 简单的礼服 这只蜥蜴就 不要看别处了 蜥蜴 我今天本来好说 蔡老师是设计视频 我就带了一个视频来 配合一下 结果发现我的视频真不够看的 哪里哪里 我发现这些视频真的是 有很强烈的那个吸引力 非常的吸引力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网友说一下 您这些设计的理念 谢谢主持人 刚刚你提到说 我为什么用陶图 我是偷偷的人 真的是 人生在国外嘛 但是呢 乡土在我的心里 陶图在我的手里 就是另一把图 沿土在我的眼里 大家就问说 还有没有第四把图吗 我说有 就是人间净土 在我的梦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我这样的用三把图 来打造人生 还有这个一个梦想 所以我所有的创作 所有的努力 世上都是在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第四把图 怎么说呢 就是说 第一把图 乡土 你知道我也真的也是 头头头的人 这个也是 非常爱恋的这种乡园 所以他创造了 培育了这个非常纯朴 纯真的我 我自己这么说 是是 一切是 真的 如果说不是有那种纯真 那种童心 你今天创造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骗人的 你必须真的爱他 你必须曾经跟他一起成长过 所以我到国外 我去练书上大型雕塑 前卫绘画 练艺术史 可是那些 却都没有办法动摇我的初衷 因为我一直看到 整个生态环境 时代 我们都有一种隐忧 我们人类事实上在侵略的这一块土地 也在破坏中 看到这些的卑微生命 我觉得说他们慢慢失去他的家园 所以我另外 也大家的人类的优越感 以为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生物 但是呢 我觉得生命没有卑微 只有庄严与华丽 你看看我创作出来 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精彩 它的色彩 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说 哇这个蜻蜓啦 我想每个都是曾经去追逐过蜻蜓 对 而且我们小时候实在是 把蜻蜓弄死了 实在是很罪过 没有这个以前的顽皮 都变成金路的关怀 是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 我也画过这个壁斧 是 可是呢 我们话又收回来了 就是说为什么用陶土 因为从小我在田野里面长大 土跟我的关系太密切 我第一个雕塑也是用陶土 捏了田土 田里的土 捏了一尾礼仪 当然呢 你跟土的关系 到后来我越长越大 也到世界各地 可是我慢慢觉得 土是非常的神圣 因为我相信 一把土是亿万生灵的灰烬的累积 说不定还有我们前世祖先的骨灰在里面 我的前世如果有前世的话 也许也走过那边土地 所以这把土对我来讲 我觉得非常的神圣 用这样静天息地的心 我拿起这把土 我再去重新再还原它的生命 也不可能真的是 创造另外一个会火会灰的 这些 可是呢 我们确实 要把它找回 它在我们地球的那种灵魂 因为我们都是在摧残这些 所以我说我创造的珠宝 我的首饰 绝对不会提高你的 像其他贵重珠宝那样 提高身价与地位 我确实说 我的创造这些 确实反而要你忘记 是 可以想想这些小生物 在自然里面的 它的归属 也想想仿佛归真的我们自己吧 嗯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看到您这些设计出来的这些 比如说像螳螂啦 蝴蝶啦 蜻蜓啦 对 像像这个 这个什么蜗蟲啊 这个蜥蜴等等 对对对 其实我我马上把我自己就回到我小时候的那个 对对对 而且你用土来来做这些东西 更增加它那种原始的意义在里面 绝对是 对原始的意义 对原始的意义 所以对于我们这艺术家就是这样 你创造出来什么东西 要想动人的话 你一定要真心真意的 要真善美嘛 第一个一定要真 你要真的爱它 你才会把你自己所有的能量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有时说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 但是像你这样在歌颂这个世界 哦你讲的太好了 歌颂这个世界 而且在歌颂这个世界的之余提醒了我们这些人 是是是 我们的我们要爱护它 真的爱护它 你看哦 每一个小东西 我们这样这个小瓢虫好了 它是多漂亮啊 它的你看它的造型有多美 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人去设计出来的 我没有办法用人去把它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像这个蜥蜴 我以前小时候觉得它很恐怖 可是现在觉得它造型超美的呢 真的 而且它这个尾巴也真有用啊 对啊 难怪好莱坞的那些明星会用你的作品 这样一出去那简直是太吸睛了 对啊对啊 因为就是如果说不是 就是这样的话 今天也没有我能在纽约活下去啦 是 啊 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一个中国人 一个东方人 如果在那个异地异乡 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片天地来 我们可能我们的观众还不知道我们蔡老师 在纽约是什么样的一个天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那打造出另外一个天堂 哦 你是说我的家 所以打造另外一个天堂 那我们等下一节再来跟各位分享 蔡老师您的天堂 我们这一节就先来让观众来欣赏您的视频 像这个您的这些视频就是原则上都是用陶土来做嘛 陶土和金属结合 其实这些都还是我们真的是很原始的东西不是另外说用一些什么化学了来破坏这个环境了这都是 都不是嘛这还都是而且我们China 对不对 对对对 中国人就是陶瓷嘛 陶瓷这个非常好 您用这个陶瓷来做这个视频 我想这个国外这些国外的这些设计家 我想他们没有用这样子的设计 受我们启发的越来越多了 甚至很多名牌 是 如果说名牌的那些视频 比如说发亮的那些很多什么珠宝的视频 我觉得都没有你这个来的这么有意见 我们是一个真正原创的人 一个真正原创的人 你把握的是那种原汁原味的感动 就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你自己都感动不了自己 你怎么创出来感动别人的呢 再来就说这种原创性很难被替代 对 不能期待 对对对 好 我们休息一会 好 谢谢您 我们再继续跟您多聊这 您这方面的成绩 太愉快了